这是当今世界现役口径最大的排击炮 号称拆楼神器的240毫米2S4玉金箱 在战场上如果被它击中将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你会死的没有任何痛苦 在俄罗斯的武器系统中 火炮的最大口径是300毫米 然后就是玉金箱240毫米 一炮七层楼 七天一座城就是它的光辉战机 但让人轮风丧胆的不仅是夸张的口径 它甚至还能直接发射小型核弹 并且威力达到2000吨天梯当量 今天胡子哥就决定测试这门玉金箱 看240毫米排击炮打击8公里外的坦克是什么效果 可惜的是由于某些原因 现在已经找不到这种核弹了 不过毛子哥却搞来的勇敢者可制导炮弹 这种炮弹长度1635毫米 尾部配备伸缩式尾翼和6个火箭发动机喷嘴 同时顶部整流罩的下方装有半自动激光制导头 它能捕捉激光测距移照射目标反射的信号 从而实时调整轨迹来击中目标 试射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普通炮弹的打击效果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闷响 炮口喷出的火光犹如一朵盛开的玉金箱 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 而远在8公里外的灼弹点 方圆50米范围直接被炸成一片焦头 破片的范围更是达到了200米 由于不是精确制导炮弹 所以这次偏离了目标60米远 于是毛泽哥重新调整了参数 并再次发射了一枚 虽然这次依然没有直接命中目标 但从坦克装甲上新的弹孔可以判断 200米范围的破片杀伤也足够震撼了 那如果使用制导炮弹发射 打击效果又是怎么样了 经过一分多钟的飞行 炮弹直接命中了假人标靶 但可能由于存放时间太久 这颗炮弹钻进地下后并没有爆炸 不过不管发射的是普通炮弹还是制导炮弹 光重量就达到了137和228公斤 就算砸也能将坦克砸穿 还好胡子哥今天还准备了另外一枚较新的制导炮弹 那这次还能否击中目标呢 果然制导炮弹的精准度要高很多 炮弹再次命中靶子 然后钻进地下发生了爆炸 尽管只在地面留下一个直径5米的弹坑 但从拆楼神器的外号来看 它对付的主要目标是掩体或者箭筑 而奇怪的是 旁边的假人似乎状态还是好的 那如果换成是你 你觉得能扛住几发这样的炮弹吗 据说当煤气罐周围着火时 气瓶内的压力就会增大 从而发生爆炸并像火箭一样 飞到150英尺的高度 难道煤气罐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炎祖打算点燃邻居家的厨房 看里面的煤气罐能否发生爆炸并一飞冲天 但没有人愿意将自家的厨房借给他们实验 为此他们只能在空旷的试验场搭建一个简易房间 并将一个小型煤气罐放在中间 最后再撒上不要钱的汽油 用火把远程点燃房间后 三人以近乎逃命的速度跑到了安全屋 随着熊熊大火的燃烧 房间的温度瞬间飙升到了800多度 紧接着一团火蛇从阀门喷出 这是因为气罐都安装了泄压阀 当瓶内气压达到一定值 泄压阀就开始释放压力以防止爆炸 所以直到房子都化为灰烬 没气罐也没有发生爆炸 为了让瓶子爆炸产生喷射效果 格兰将上面的减压阀破坏 让其失去保护作用 以此来模拟年老失修的效果 接下来他们再次来到实验场上 而这次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为了让爆炸从屏底发生 他们用一个火炉对煤气罐的底部持续加热 这次又能否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呢 托瑞将气瓶放在火炉上之后 所有人再次躲进安全屋 十分钟后 气瓶开始膨胀并且越来越大 为避免爆炸伤及无辜 请大家做好符吻 随着一声巨响 煤气罐被炸得四分五裂 还是没有出现火箭喷射的效果 那如果直接在煤气罐的底部钻一个小孔 当气压达到一定值时 小孔就会最先被撑到从而释放高压气体 这样是否就能达到火箭升天的效果呢 托瑞首先将一个空瓶子切开 并测量底部罐体的厚度 而格兰把全新的煤气罐底部钻出原有厚度一半的小孔 让其成为罐体最薄弱的地方 接下来他们来到爆破场地 托瑞点燃火炉后将煤气罐立在上面 四分钟后 瓶子由原来的白色烧成了黑色 紧接着发生了剧烈爆炸 虽然爆裂是从底部开始 但并没有想象中产生火箭喷射的效果 格兰分析是因为满庄的瓶子 没有空间让气体扩张产生压力 而如果换一个装有少量液态燃料的煤气罐 是否就能产生更大的压力 从而发生爆炸喷射 下面凯莉重新点火后实验再次开始 随着罐体逐渐变黑 煤气罐终于发生了爆炸 巨大的压力将瓶子发射到了60英尺的高度 虽然没有流言中150英尺高 但确实能像火箭一样发射升空 而为了让煤气罐飞得更高 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方案 托瑞打造了一个10英尺长的发射器 并在火炉的底部安装了手枪 当煤气罐加热到一定程度时 只要扣动扳机让子弹击穿灌底 瓶子就能沿着导轨一飞冲天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凯莉点燃了火炉 八分钟后再扣动扳机 只见煤气罐的底部喷出巨大火焰 如同火箭一样发射升空 所以给煤气罐加热的做法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如果有手榴弹在你身边爆炸时 只要卧倒在地上就能逃过一截 因为手榴弹爆炸的碎片 都是向上并且向外发射 所以贴近地面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区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为此留言组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在这里 他们将用手榴弹进行爆破试验 而在测试弹片伤害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测试手榴弹的冲击波范围 因为在致命范围内 即使没有受到弹片伤害也必死无疑 这种压力传感器能承受517000π的压力 当冲击波的压力大于这个数值时 磨片就会破裂 也就意味着人会当场开袭 凯莉将10个传感器按照每0.3米分布在爆炸中心周围 为确保实验的安全 本次实验将采用远程控制的方式引爆手榴弹 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专家将手榴弹放在爆破中心 然后托瑞在安全屋按下了起爆按钮 通过检查发现1.5米内的磨片全部损坏 而1.8米处却完好无损 也就是说手榴弹的冲击波致死范围为1.5米 接下来他们开始测试爆炸弹片的分布轨迹 看贴近地面的位置是否存在安全区域 下面留言组在爆炸点1.5米处放置了一圈木板 红色区域代表人在卧倒的位置 当手榴弹爆炸时 弹片将在木板上留下弹孔 如果红色木板没有弹孔则表示为安全区域 最后他们又在顶上放置一块塑料板 以便全方位了解弹片的分布 为对比不同手榴弹的杀伤效果 本次实验将用两种不同年代的手榴弹进行测试 虽然它们形状不同 但内部都有无数细小弹片 在爆炸时将以22000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 首先测试的是中世纪的波罗手榴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 随着一声巨响 无数碎片向周围四散开来 不管是上方的塑料板还是木板都已经千疮百孔 而下面的红色区域也没能幸免 接下来他们重新更换了木板 并在中心点放置一颗现代的棒球手榴弹 然后凯莉按下了起爆按钮 这次的威力明显比之前的大很多 木板上的弹孔更密集 但通过弹孔数量对比发现 红色区域的弹片密集度相对较低 所以虽然卧岛并不能幸免异难 但在紧急情况下这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本次实验极其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如果高压气瓶的阀门被撞坏了 瓶子就能瞬间变成火箭四处飞窜 甚至可以冲破墙壁 难道气瓶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流连组决定修建一面水泥墙 然后当着水泥墙的面砸坏高压气瓶的阀门 看能否像火箭一样冲破墙面 毫无疑问 修墙这样的体力活当然是交给新来的实习生 为了让气瓶沿着直线飞行 吉尼打造了一个固定方向的导轨装置 并在上面焊接了两个支架 以保证砸落的时候气瓶不会脱离轨道 而亚当则在导轨的末端安装了圆管 实验时将40磅的钢条从圆管中释放 从而砸坏气瓶的阀门 下面他们带着气瓶来到军用碉堡 里面的水泥墙已经修建完成 为了展示钢条的威力 亚当现场为大家表演胸口碎大石 两人将导轨安装在水泥墙的正前方 为了测试钢条砸落的力道 亚当将水泥砖放在了装置下 随后拉下了释放绳索 只见砖头被砸得粉碎 而接下来他们将用每平方英寸压力 达到2600磅的气瓶进行测试 看他们否像火箭一样冲破水泥墙 两人将导轨安装在水泥墙的正前方 女助理在上面涂满了猪油 以让气瓶发射得更加丝滑 随后他们将气瓶放入导轨并取下保护罩 一切准备就绪后 亚当躲在门外拉下了释放绳索 然而第一次实验翻车了 由于砸落力道不足 没有将阀门完全砸断 导致气罐无法发射 于是他们在钢条上追加了30磅的铅块 并将圆管内壁也涂上猪油以减少摩擦力 最后还调整了气罐的位置 让铁块砸在阀门的顶端形成杠杆原理 使阀门更容易被砸断 确认万无一失后他们再次开始了实验 这次气瓶又能否成功发射并冲破水泥墙呢 巨大的气流生下的两人虎蛆一阵 在铁块砸落的一瞬间 强大的气流将瓶子飞速向后发射 不仅轻松冲破了水泥墙 甚至还将碉堡的墙面砸出一个大坑 最后他们通过对比发现 整个水泥墙被往后推了半英寸 如此大的冲击力如果砸在人身上必定当场开戏 所以大家在操作气罐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尝试 据说如果有人用火箭弹向你开炮 你可以尝试用手枪将它引爆 在电影试验战场里 当歹徒发射火箭弹时 男主一枪将火箭弹引爆并干掉了歹徒 而男主却毫发无伤 难道子弹真的可以引爆火箭弹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来到了火箭实验基地 并且托关系搞到了火箭弹 本次实验由武器专家进行监督 而在实验之前 他们对老奶奶卖早餐的拖车进行了发射 就在一瞬间的功夫 拖车被炸成了渣渣灰 而慢镜头显示 在拖车爆炸之后 烫手的熔铜弹头还在继续飞行 将后面的钢板融出一个大洞 那它与发射的子弹相撞又会发生什么呢 为了让子弹精准地命中火箭弹 他们用两条绳子制作了导轨装置 这样火箭弹就能沿着绳子的方向飞行 并且会在中间的某个位置触发手枪的信号装置 从而让子弹精准地击中火箭弹 实验道具准备好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实验 突然一声巨响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 通过高速相机显示 虽然火箭弹成功发生了爆炸 但由于绳子绷得不够紧 导致火箭弹发生了抖动 使它和子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并且手枪的信号装置也不够灵敏 所以枪口也没有发射子弹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导轨装置 将绳索绷紧并提高了手枪信号装置的灵敏度 这样又能否顺利引爆火箭弹呢 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这次子弹顺利发射 然后击中并引爆了火箭弹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在火箭弹爆炸后 歹徒真的会当场开袭 而主角却毫发无伤吗 为此留言组需要对子弹和火箭弹的速度进行测试 然后通过两人相距80英尺同时发射 这样就能得到爆炸点的位置 下面他们来到实验靶场 并将图有刻度的木板连接成一面80英尺长的墙 格兰现场搭建一个简易计时器 当开枪的时候子弹会击穿锡箔纸 从而计时器开始计时 而在子弹击中20英尺或40英尺外的靶子时 计时器就会停止 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他们找来了电影中的同款枪支 托瑞在20英尺距离下测得子弹飞行时间为22毫秒 而格兰在40英尺下测得时间则为42毫秒 随后他们用同样方式测得 火箭弹的对应飞行时间为43和83.6毫秒 将两者数据带入表格中 就能得到火箭弹会在64英尺的位置被引爆 此时距离歹徒只有16英尺 那在这个位置爆炸对两人又能否造成伤害呢 然而专家却表示火箭弹最短激活距离为60英尺 也就是说在这个距离内 就算被子弹击中也不可能发生爆炸 所以电影中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格兰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他想知道人在距离爆炸点16英尺会不会受到伤害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将发射点设置在假人歹徒身后60英尺的位置 并在歹徒身边放置了压力传感器 然后根据位置关系分别设置了引爆点和持枪假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再次发射了火箭弹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爆炸并没有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反而一连串的融化弹片差点击中了持枪假人 所以就算电影中的子弹引爆了火箭弹 也不会对歹徒造成任何伤害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